近日南京军区某炮兵部队在东南沿海组织了封控禁岸岛屿演练 无人机高空校舍 神眼观测仪等多种信息化的侦查手段的运用 使得火炮的精准打击能力得到了全面的提升 数百台车炮经过千里机动到达指定地域 部队依托新型野战指挥方舱 野战群鹰指挥车等迅速开设指挥所 此时指挥所接到报告 某禁岸岛屿发现敌情 上级命令对该岛屿实行火力覆盖 全面封控 炮群立即命令前方侦查组运用无人机 雷达 神眼观测仪 战场视频系统等信息化装备 展开战场敌情侦查 随即一组组观察所 炮阵地等目标数据画面 实时地传输到野战方舱和群鹰指挥车 炮群信息系统准确研判各类信息后 立即自动生成相关数据 直接下发到各炮委终端 各炮长根据接收的数据 命令瞄准手快速装顶目标诸援 完成一切射击准备 一发发炮弹飞越海面准确灭入目标 演练中他们还根据阵地配置 火炮种类 目标性质打击效果等实际情况 采取灵活抽搐火力打击力量 把过去的计划火力为主 转名为随机引导火力为主 全面提供了炮火打击效能 我们采取了省影观测仪 悬浮电视侦察弹 无人机等多种教设手段 将战场动态信息实施传输到各作战单元 缩短了火力反应时间 提高了射击效能 缩短了火力反应时间 提高了射击效能